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在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四大支柱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四大支柱 那这跟我们上一集 有一集我们在讲的是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12个分类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来看那段直播 希望各位都有看过 因为它这个是 这两集呢 算是连续的 也就是它是互相有关联的 我们在上一集的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12大分类里面 我们跟大家去做了一些练习 让大家去体验到 当我们想要去设定我们的目标 想要去设定我们的人生的愿景的时候 所有一些需要具备的一些观念 比方说我们提到 目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概念 而重点是你运用这个概念 来帮助你获得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OK 然后呢我们提到了有12个分类 这12个分类呢 你可以去探索看看 因为大多数的没有设定目标 是因为他们没有有效的去思考过 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提到了 有12个我们在目标上面 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包含健康 包含思想 包含情绪 包含你的个性 包含你的灵性成长 包含你的亲密关系 还有你的亲子关系 友谊关系 你的财务状况 你的事业职业 你的生活品质 以及最后的全方位的这个愿景 我们上次提到这些 那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对于设定目标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我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去设定 我的个人的目标跟愿景 然后直到呢 在差不多2008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运用了 在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些要点 四大支柱里面的其中几个 然后我设定了我当时人生的八个愿景 然后呢 我当时那个八个人生的愿景呢 我把它录制成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冥想引导的一个录音 然后在2008年那个时候去聆听 我印象很深刻 在2008年那个时候 我并不是 还不是一个讲师 也不是一个线上的课程的一个创作者跟教练 那我也没有任何的资源条件人脉 我只是很单纯的 在学习生性灵成长 然后在学心想之城 在学心理法则 然后我看了很多书 然后上了很多课 我想把我的这个 我的目标 我想要把我那三年的目标给写下来 然后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写的关于 事业 还有这个 我的这个灵性成长面的部分比较多 然后那个时候一直很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 因为各位你知道吗 在2008年那个时候 网络还是雅虎部落格刚新起的一个时代 所谓的现在常 大家常讲的所谓的知识变现 然后或者是这个 呃 线上课程 这些都还不是很盛行 在教育训练这个领域里面 在教练 在疗愈师这个领域 大众都还是现场的一对一的咨询 或是现场的讲课 可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呢 我对我自己 呃 许下了一个愿望 我的全方位的这个愿景呢 我跟宇宙许下一个愿望 就是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 我的一个教练事业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包含我的情绪层面 包含思考层面 包含个性层面 然后包含我的健康层面 然后包含我的关系层面 以及我的财务方面跟职业方面 我都有去具细名移的去写成一个剧本 而这样一个剧本呢 其实花了我一段时间 好好的去沉淀下来 去把它给写下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正想要创业的一个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经验 然后我对这行也没有概念 我只是觉得成为一个助人工作者 然后能够分享自己所学的 能够帮助别人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在财富上面呢 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发展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事业体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在2008年那个时候 在花莲的一个海边 我坐在海边去观想 我的全方位的理想人生的这个愿景 然后一开始呢 我原本在上一集我有提到过 就是我提到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目标不是不能变动事物 相反的目标是有可能会转变的 我提到我个人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原本我是想要成为一个教育训练的讲师 然后我都有到这个中国大陆 去做一些上课学习 然后也有在中国大陆举办一些活动 跟一些朋友 我们有去办一些演讲 可是当我这样学习几趟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发现 对于想要办一个非常大场的 请一些国外厉害的大师 来演讲的这个愿景 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悸动 已经没有任何的感动 已经没有任何的渴望了 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原本我是对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这样的一个愿景 是非常渴望 非常有热情的 那为什么当时我在观想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那些 内在的情绪的那种感动跟感觉了呢 我觉得很好奇 但是我就顺着我当时的一些 意图意念 因为我当时接触到了 我当时有一次去演讲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富邦人寿演讲 那那个富邦人寿出镜里 送了我一本书 而那本书呢是秘密 性立法则 心想事成的秘密 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作者 所写下的一个正面思考的一个书籍 可是有趣的是 在那个正面思考书籍里面 写到了那位老师 那位教练 他经营事业的方式 就是透过网路 透过函授课程 他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可以经营他的事业 那件事情在2008年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 有点遥不可及的 而且是很少人在做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渴望自己 能够有那样的生活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经营一份电子报 然后我可以影响 影响非常多的人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发展 我自己的线上的课程 我可以在任何之间 任何地点 透过一台电脑 然后网路 我就可以服务很多人 我就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 做着我热爱的事情赚钱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 写到我的愿景里面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好笑 我写到我自己的一个完美的一天 我的全方位的愿景 我写了什么呢 我写了说我的生意 是每一天 我早上可能十点半的时候 我会打开电脑 跟我的团队的这个伙伴去开会 然后当我们开完会的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去发展一些 我的一些事业计划 跟我的这个服务的项目 然后呢 我只需要按一个键 可能按个Enter 寄出我的这个email 或是发出我的讯息 然后就会有雪片般的订单飞过来 我那个时候写得很夸张 然后呢 我可能只要按一个键 然后一两礼拜 我就可以怎么样 我就可以进账百万的营收 然后我会有很丰盛的生活 我会很开心的去服务我的客户 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我原本是做一个生意 我原本是做业务 我那时候做业务 一个月赚不到三万五 然后呢每天工作非常久的时间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我人生的那一年 我写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写下了一个这样的事业的一个形态 跟财富的一个状态 在后来几年时间 我也真的做到了这件事情 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也实现了一年有半年时间 都在巴尼岛Lone Stay 然后仍然可以去经营 我的这个斜杠事业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我想说的是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都是从我静下心来 认真的向内探索 去问我自己 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渴望的生活是什么 现在同样的 在今天这场直播里面 我也想要去跟你分享的是 你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一集 一样透过这样 我待会会去跟你分享几个四大支出 然后去问你看看 在你人生中 目前最重要的这些领域里面 你可以挑一个领域来做练习 然后问我待会会跟你分享 这四大支出的所有的问题 我相信你会整理出一个脉络 我相信你会看见 你内在真正渴望的一些事情 同时呢 也给自己时间 去沉淀一下 去想清楚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实现目标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有效的 花时间 投资精力 沉淀下来 去思考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去跳脱出他的文化背景 家庭社会教育所给他的制约 去想清楚他真正要的是什么 以及他为什么要 而他能够完成这些目标策略 有是什么 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做这个练习 在你在现在这个12个领域里面 健康 思想 情绪 个性 灵性 亲密 亲密关系 亲子关系 友谊 财务 职业生活 或是职业或生活品质 全方的愿景 这几个领域里面 你最想要用哪一个领域来跟着我们一起做今天的练习呢 我鼓励你 待会我会用比较 大家比较渴望的比方说财富这个领域 我会用财富这个领域来举一些例子 来带大家去做一些练习 好吗 所以现在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了 我要请你拿你的纸跟笔 然后呢 待在一个安静的空间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不能在很安静的空间的话 我要鼓励你 就是在你听完这直播结束之后 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再回来听重播 跟着我们一起去做这个练习 去思考清楚你的人生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好吗 OK 我们现在要来提到的东西叫做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四大支柱 也就是我们刚刚虽然有提到12个分类 但是这12个分类呢 你可以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去 仔细的去思考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透过这四大支柱去思考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矩阵 在你的生命这12个领域里面 都有这四大支柱去支撑它去完成 所以你可以用这四大支柱去做一些思考 去想清楚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然后如何去创造你所想要的这个理想人生 OK 那我们现在很快来带到第一个支柱是什么 第一个支柱叫做信念 第一个支柱叫信念 比方说今天如果我们一起做练习 我挑财富这个领域来做练习的话 那么你对于财富 你对于创造财富的信念是什么 你对于财务 理财投资 你的信念是什么 而这个信念 对于你真正想要拥有的这个人生 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觉察力跟思考 去怎么样去整理的一件事情 而关于信念有几个观点 我们来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信念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另外一个是信念是会随着成长去转变的 比方说在很久以前 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 当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学到了一些 有关于工作跟财务的信念 这个工作跟财务的信念就是 OK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好好的上学 好好的考试 好好的念书 接下来找个好工作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平安的过一生 OK 但是这样的信念呢 会让人变得怎么样 会让人创造一个生命 他可能就是好好念书 找到一个好工作 但他做的工作 并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他甚至有个信念是 工作就是做着不喜欢的事情赚钱 然后工作就是尽量可以偷懒偷钱 我能偷多少就是 就偷到多少 然后呢只要不被辞退 然后领薪水安稳这样就OK了 然后甚至呢 私底下我可以投资赚一点外快 这样就很OK了 然后这样的人知道他生了小孩之后 可能他需要负担小孩的生活 然后他可能呢 因为要为了他的小孩为他老婆 然后有点面子 然后或者是他觉得人生就是要好 有个好工作 然后买个房子 所以他就负担了房贷 然后负担了他小孩子的生活 然后呢他人生就更卡住了 因为他人生就更少自由了 他继续做他不会热爱的事情 然后继续赚钱 然后继续养他的房子 养他的孩子 不是说这样子不好 但是意思是 我们难道没有另外一条路 或者是我们没有一种更有创造力的路 创造力的路去实现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吗 这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关 所以对于财富上面 我们今天用财富做练习 但是各位在听的各位朋友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去挑一个你感兴趣的领域 然后去跟你去思考 第一个支柱 也就是你对这个领域 有什么样的信念 而这样的信念 对你是有帮助的 还是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关键都在于说 我们有意识的去选择我们的信念 刚刚我所讲的一个信念 也是我自己过去的信念 好好的上学 然后找个好工作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 可以过安稳的过一生 直到我开始持续学习成长 去上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身心灵的课程 个人成长的课程 或者是种种的一些书籍等等的 我开始慢慢去转变我的信念 我开始看见人生 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你分享的 信念是会随着成长去转变的 到后来我不断学习 有关于一些财富的知识 比方说在我财富扣张力的课程里面 在我的金钱能量疗愈的课程里面 我们有提到很多 有关于财富的四不一致 包含说你要创造财富的时候 你要有怎么样的思考信念 你要有怎么样的情绪 你要有怎么样的行为 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的状态 这是我们在财富扣张力里面去谈的 我们在明年有机会会在 我们的这个VIP教练课里面 会谈到更多 我学会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什么 只要会创造价值 我就能够创造金钱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只要能够创造价值 我就能够创造金钱 所以这个是随着我的成长 而慢慢去转变的一个信念 好这是今天跟各位去沟通的 四大支柱 有关于第一个支柱 信念的其中一个要点 其中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信念是可以选择的 而信念也是可以随着你的成长去转变的 而信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无论哈利福特说的一句话 他说无论你相信你可以 或者是你相信你不可以 你都是对的 再讲一遍 无论你相信你可以 或是你相信你不可以 你都是对的 好所以 假设我们今天做个举例 是用财富来问的话 那么问你自己 在财富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信念 你有什么样旧的信念 是你想要放下的 在财富上面你有什么样新的信念 是你想要建立起来的 你真正想要的财富的生活 支持这样的生活的信念是什么 我问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我们在一对一教练的时候 然后甚至在团体教练课的时候 我们会带学员去做的一些练习 因为好的提问会带出好的答案 好吧 所以这是今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全方域理想人生的四大支柱 第一个就是去了解 你对于这个领域的信念是什么 而我们刚刚带的什么 我们刚刚带的是有关于财富的部分 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信念的一些举例 OK 好 第二个支柱叫做愿景 愿景 信念是会影响我们去采取行动的一个关键 它会让我们真正愿意去采取行动 但是愿景它可以加强我们内在的渴望跟热情 也就是在这个步骤里面 你要问的是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有时候在灵性成长的时候 在学习灵性成长的时候 或是有些人有些信仰的时候 他们往往会进入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什么 这个误区就是所有的这个欲望都是空的 然后这些欲望是我们应该放下的 但事实上那是某个阶段 在某个阶段我们人生有非常多烦恼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学会看见觉察某些东西 觉察我们的烦恼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完全没有渴望 完全没有任何欲望 事实上没有这些业力在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肉体里面 所以渴望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能量 所以在很多的一些另外一些生性成长的这些课程里面 包含说我自己的梦想显化书课程里面 我们有跟学员分享 我们要去显化一件事情的内在有三个元素很重要 第一个元素叫做渴望 第一个元素就是渴望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渴望 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同意吗 OK所以你要问的是 愿景是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甚至你要去问 什么样的愿景会让你真正采取行动 OK 什么样的愿景会让你带有热情去创造它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在2008年我自己的故事 我原本在花莲的海边 我在冥想的时候 我冥想我原 我观想我原来的那个愿景 我视觉化去观想 我一开始想要成为讲师的时候的愿景 可是我后来也发现 原本那个想要办 一万两千人那种现场活动 那种讲师的愿景 对我来说突然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 跟渴望的程度 我对它没有热情 可是相反的 在网路上面去建立一个什么 去建立一个 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事业 同时可以帮助别人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愿景 是我当时非常想要的 那当然我现在也会有另外一个愿景产生 未来有机会 我都会跟我们很多教练班的学生 去提到我个人的一些愿景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 共相顺与 跟那顺举 OK好 所以我要提到的是什么 我要提到的是 请你问你自己 什么愿景 会让你真正采取行动 什么愿景会燃烧你内在的那把火 会燃烧你的那个热情 各位 为什么热情很重要 为什么我觉得热情很重要 是因为 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热情的时候 你就会乐此不疲 同意吗 当你对一件事情有热情的时候 就 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主力就会变少 有了解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去 既然热情渴望了这个内在的这个元素 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 可以让我们去采取行动 可以让我们每一天 可以开心的跳着起床的 跳起来起床 因为梦想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运用它呢 有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什么愿景会让你真正采取行动 你可能会有简单的愿景 你可能会有不可思议的愿景 那么在目标设定的误区里面 有些人会说 我们要设定不可思议的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才会激励你去采取行动 但是这是真的吗 一定是这样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太远 他会觉得答不成 但是如果我们设定的太简单 其实它也会有代价的 也就是你原本你有非常大的潜能 但是你却把目标设得太简单 那这太简单 可能对人来说没有渴望 或者是太简单 完成了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开心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是会有代价的 所以什么样的愿景 会让你真正采取行动 OK 你要去自己去 去踹踹看 可能可以有大一点的 你可以去 透过一些冥想的方式 或是在我们 我们在明年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一个 全方域理想人生 六周的团体教练的一个课程 在这课程里面 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深度的去思考 去揣摩 去简单的 用料子跳药的方式 去怎么样 去看见 实现各个不同目标的自己 然后透过这样一个练习 我们会去看见 哪一个目标 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散发出 可以燃烧我们内在的渴望的 OK 这是一个练习 我们在正式课程的时候会带 那在愿景这个资助里面 也有一个QA 就是这个QA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设多大 我们的目标要设多大 我们的愿景要设多大 那很多人会担心失败 对不对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想得太小 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因为你原本有很大的这些潜能 我曾经看过一本 会计的一本书 那本书还蛮有趣的 他就提到了两个摆摊的人 他说他们都 两个摆摊人都卖同一个商品 然后一个摆摊的人呢 他很快的他的商品都卖光了 所以他的商品是销售一空 然后另外一个摆摊的人呢 他的这个摊位上面 OK还剩了 还剩了很多的产品 没有卖完 OK 然后这个会计的这本书 就问我们说 哪一个摆摊的人卖的比较多 哪一个摆摊的人比较赚钱 因为他是一个会计的书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 以为说那个卖光了才赚钱 对不对 但事实上 那个会计的书告诉我们说 那个没有把产品卖完的人 才是最赚钱的 因为他准备的产品是够多的 也就是怎么样 你准备足够的能量 你准备 你发挥足够多的潜能 而不是发挥到一半就没有了 我想比喻的是什么 我想比喻的是 想的太小会付出代价 就好像那个 准备太少货物 然后他付出的代价是他少赚了很多钱 你有了解意思吗 目标也是一样 想的太小 我们有可能会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 所以呢 我们当然不能想太小 但是 很多人会担心说 就是设太大 可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的观念 就是 如果一场比赛 你连参加都没有 那就绝对赢不了 你有了解意思吗 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设定的太大 但是你要去了解你自己内在的状态 在哪个地方 哪一种目标 哪一种概念 可以让你怎么样 燃起你的热情 但千万不要想的太小 好吗 丹尼斯·威特利 这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教练 他曾经提到过 我们刚刚说的话 多数人没有达成目标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目标 他们没有focus在他们清晰的愿景上面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跟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支柱叫做愿景 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叫做动机 OK 假设你刚刚按照我们的练习 你去思考了 你对于财富上面的信念是什么 你写下了对你有帮助的信念 然后你去想去想象 你想要完成的愿景是什么 然后从众多平行宇宙的 这些人生愿景里面 挑出一个最能够激励你 最能够启发你 最能够刺激你 让你产生热情去创造的一个愿景 接下来你要去问你自己的时候 你要去问你自己的是什么 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完成这个愿景 为什么你渴望这个愿景 比方说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想减肥 在心灵八台也有开一个 在明年二三月的时候 也会再开一个班 叫做90天自然燃脂计划 那在那个自然燃脂计划里面 我们有提到过 其实在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减肥的方法 然后 充斥着各处 坊间的书也一大堆 那人们呢 其实不是不知道方法 也不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方法 有的时候只是没有足够的动机 当动机足够强烈的时候 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我不是说你要采取什么事 你要采取什么策略跟行动 不重要 只是如果我们有强烈的动机 我们就能够找到最好的 最适合的方法 所以你为什么 就问你自己 你为什么想要实现 你的全方的理想人生 你为什么想要实现 你刚刚说的这个财富的愿景 或者是关系的愿景 或者是你的事业的愿景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 是你迈向成功的关键 OK 这是第三个之处 第四个之处呢 OK 通常我们在正式课程的时候 我们在明年的写化VIP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大量的时间 去怎么样 还有很多大量的资料 去参考 十二个领域里面 各个不同的信念 十二个领域 各个不同的愿景 还有动机 让各位去写下这些事情 因为写下来很重要 好 第四个之处是什么 全方法理想人生的 第四个之处叫做策略 策略是什么呢 策略就是你要采取 什么样的行动 来靠近 来创造 你的这个愿景 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 就只是在 在家里观想 然后想象自己 很开心的达成 但是却不采于任何行动 因为我相信 我们处在这个肉体里面 我们处在这个物质 实相世界里面 我们还是会需要 采取一些行动 我们还是会需要去 做一些事情 来把 让事情去创造出来 让事情去发生 所以呢 在心想事成里面 我们有提到一个观念 很重要就是 当我们想要去显化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关键的顺序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问你自己 你要实现你想要的目标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这样的人需要有怎么样的思考 什么样的情绪 什么样的行为 什么样的能量 这是我们所说的显化四部曲吗 OK 所以在这第四个支柱策略里面不分 假设我们今天是在讲财富的话 你要问你自己的事情是 我要完成了这个财富愿景 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去靠近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需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习惯 我需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技能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情绪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需要有哪些的友情或者是人脉 我需要有怎么样的专业知识 我需要有哪些老师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教练 尤其是教练跟老师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作 职业选手在经营的话 业余的选手不会有教练 但是如果你认真看待你的人生 你会为你的人生请一个教练 而这教练可以协助你怎么样 协助你看见你生命的更多的盲点 让你快速的怎么样 加速你的显化 去帮助你讲人生的过程 OK 所以去问你自己 你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习惯 你需要有什么样的技能 你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需要有什么样的教练 你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你需要创造什么样的专业 你需要帮助怎么样的人 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体验 OK 你需要采与什么样的行动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复习的上一次我们讲的全方理想人生的十二大分类 然后我们提到全方理想人生的四大支柱 包含信念 包含愿景 包含什么 包含动机 包含策略 而有些策略呢 可以让你作少得多 所以你知不知道你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可以去实现你的梦想 这是在我们不断持续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学到的事情 好吗 所以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各位是有帮助的 我们提到了这些内容 然后希望各位在刚刚的时间里面 可以花一个短短时间去思考看看 去写下来你的全方理想人生的其中一个地方 其中一个领域的信念 愿景 动机 以及策略 OK 如果你对全方理想人生这个主题有兴趣 你也希望自己可以投资一点时间跟精力 然后能够学会更多去设定你的全方理想人生的方法 我鼓励各位可以去follow我们的社群 我们在1月3号的时候会举办一个 全方理想人生的6周的团体教练课程 我们会花6周的时间 6堂线上课程时间 我会跟大家见面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团体讨论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讨论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12个领域的4个支柱 也就是包含什么 包含我们的财富 健康 思想 情绪 个性 灵性 这12个领域里面 我们会去探 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去慢慢的去探讨 你的信念是什么 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以及你能采取的策略有哪些 让大家用研讨的方式 然后也让大家看看 我自己去设定这些的时候 我写了哪些东西 你会发现 当我们做完这6周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投资了一个非常棒的时间 在2023年的时候 做好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基础跟开始 因为我们开始有意识的去选择 跟创造 有意识的选择我们的信念 有意识的创造我们的这个愿景 而很有机会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在2023年去让我们人生 发挥更多的潜能 好吗 在今天到圣诞节以前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全方位理想人生6周团体教练课程 那么我们会有两种学习的方案 如果你各位有兴趣 在进阶去学习 全方位理想人生的话 我们有第一个方案 是全方位理想人生的 6周团体教练课程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 看到一个连结 然后可以趁着优惠的时间加入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 进阶的一个学习方案 叫做加速显化VIP 它是一个年度的团体教练课程 我们在2023年 明年的时间 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堂 团体教练课程 然后我们的内容会包含什么 会包含全方位显化的 内在的这些能力 包含全方位理想人生 设定清楚你的愿景 信念跟目标 我们也会跟大家去探讨 大概有6周 我规划有6周的 活出清醒梦 以及灵魂出体的体验的一个 教练的一个课程 这教练课 希望可以让各位体会到 我们的内在的一些直觉力 以及疗愈的能力 我觉得活出清醒梦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它非常强大的一个灵性练习 我们在明年也会有几周的时间 举办财富扩张力 跟金钱能量疗愈 我也邀请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在财富上面 有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成长 来带各位去规划 你自己的财富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会跟各位分享 梦想显化术的一个冥想课程 以及做少得多的教练课 如果你对于发挥天赋 以及热情 转化成你的斜杠事业产生兴趣 我也鼓励各位来参加 这个加速显化VIP的课程 好吗 有任何的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在我们社群里面 去询问我们的助教老师 或是在这场直播跟这个影片 或是podcast的下方 看到我们的连结 在优惠期前加入我们的这个 进阶学习的计划 好吗 我很期待在现场课程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线上live 这个课程的时候 可以直接亲眼看到各位 带各位一起去练习 然后让我们2023年 都发挥出我们生命的潜能 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见 拜拜 拜拜